哈喽大家好,我是组哥 今天发现这个异星的大招 不止可以那个控制人还可以打塔 刚才我们放了一个二技能 二技能刚才也打了一下塔 造成了一个法术伤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几次都打不出来 大家可以放到那个刚才视频开头的地方 然后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大招 大招的话我们可以看大招在这个剑塔的范围放了之后 就是这个白旗子 白白子落地的时候会对那个剑塔造成一次伤害 大家可以看那个紫色的那个红色的数字 紫色的数字 紫红色的数字 就是他那个打塔的伤害 而且他这个还要放大招的话 在那个正中间放的话好像是对塔没有伤害 一定要那个大招偏离塔的中间位置 就是稍微偏僻一点 这样子的话那个白子落地的时候会对那个塔造成一点伤害 我现在是没有那个出什么装备的情况下 打塔的伤害是在100多 刚才我是在正中间换 那他就没有打到塔 然后我在边路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157的伤害 虽然说这个数字不是很高 但是对拆塔还是有一点用 我们可以看到159 是慢慢消耗是吧 有的时候 如果是兵线在的话可能就不一样 这边我是在看一下 我们再看这边 这边是在这个打这个 有兵线进来之后 然后我的那个化妆也是已经充满妆的 充满妆的情况下 打塔的伤害就飙到1000 最高是1000 然后这边998 997 我们来打这个水晶 水晶好像效果也是一样的 都是在1000的伤害 1000的伤害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 拆塔的时候可以丢个大刀在旁边 就可以保证这个拆塔顺利 好吧 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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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